大家可以看到有個戒碑 他的就是德濟那些公司 他們開採礦業的時候那個礦業的戒碑 這也就見證了當時他們採礦的那個一些記錄 那這個戒碑在哪裡 他其實在這一座大牆的後面 那其實過去在考證歷史的時候 認為說清朝人不是說要封禁這個硫磺嗎 所以他們想要可能把守這個硫磺 讓人進來 所以認為這邊可能有一個守黃營地 所以這邊幹了一個營地在那邊看守硫磺 但是後來又經過考證 認為說清朝時代的兵營 應該只是設在沿海海防而已 所以這個應該現在認為不是啦 但我們也不知道他現在到底是這個什麼東西 還在有待考證 那左邊這個呢 是在他附近會看到一個很像浴缸的東西 其實也就是浴池啦 但他其實不是跟這個東西同一個時代的 他是後來在復舊考據的時候 人們認為這邊有一個營地 那應該會有人在那邊洗澡吧 所以就把他蓋了一個浴室起來 做一個異象的設施 那其實整條魚露古罩上面 經過復舊的時候有很多這樣的東西 會讓人搞不清楚 不知道哪些是新的 哪些是舊的 好 好的